今天我们教大家编织这款手绳 拿出它的材料包打开 看一下材料包 蓝色的线是编组绳的 也就是手绳金刚节部分 这一扎线是编中间的蝴蝶结 还有一组金线 金线是编蝴蝶结中间的线圈 那么我们这个小包里是两个珠子 一个铃铛 尾巴的这个珠子 含有这个小铃铛 这个小铃铛 我们材料包里配的是这种普通的黄铜铛铛 如果你有自己的黄金吊坠 或者是白银吊坠 都可以挂在上面 我们先编蝴蝶结 把这组线打开 四根红绳 两根蓝色的绳子 先单独拿出两根红色的绳子 这两根绳子我们把它对折 对折的目的是找出中间的这个点 对折之后 捏住的这个位置 就是绳子中间的这个位置 我们把中间的这个位置固定在甲子上 夹住 固定好之后 拿出一根蓝色的绳子 蓝色的绳子 捏住这一头 稍微留一小段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 放在这个 左边红色绳子的后面 这个样子 然后 蓝色的绳子从上面过来 绕这个 红色的绳子一圈 掏出来 就这个样子 然后 拉到头 拉到手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一圈 从上面过来 绕这个红色的绳子一圈 掏出来 第二圈 好了 可以看见 我们就编了一个斜卷截 推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到这里之后 我们再拿出一根红色的绳子 这个红色的绳子 我们需要均等对折 对折之后 捏住这个折弯处 拿起这个蓝色的绳子 放在蓝色绳子的后面 也就是我们加一根绳子 加在这个蓝色的绳子上面 这样一弯 然后把这两根绳子掏出来 好 这个样子 把它拉紧 然后推在 这个中间 这个位置 推在这里 这样就加好线了 那么 我们把这个蓝色的绳子 再绕最边上的这根红绳子 做细剪结 拉紧 第一个结 它不好固定嘛 我们稍微捏一下这个位置 捏一下这个位置 然后再绕这个红绳 再从上面过来 跟刚才一样 再绕一圈 这样绕两圈就固定住了 可以调整一下 好了 现在是这个样子 中间是加的这个红绳子 最后加的这个红绳子 两侧还是最早放上的两根绳子 那么我们再反过来 再打这个斜卷结 蓝色的绳子 从这里过来 然后 绕这个红绳一圈 绕出来 收紧 然后 再打一个 每次打结 都是打两个相同的 好 这根绳子就朝这个方向了 我们依次 从这边的第一根红绳子 绕这个蓝色的绳子 做斜卷结 红色的绳子 绕一圈 再绕一圈 然后绕完之后 再拿一次 再拿下一根红绳子 这样 绕一圈 再绕一圈 斜卷结 就是从上面过来 这样绕一下 就是一个斜卷结 到头了 到最后一根红绳子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红绳子放前面 然后蓝绳子放后面 用蓝绳子 绕这个红绳子 绕一圈 再绕一圈 再绕一圈 现在是这样子 好了 到这个最头上之后 走到边了 然后我们再反过来 跟刚才一样 把这个蓝绳子 拉到这边来 绕最边上的这根红绳子 从上面绕 朝里 绕这个斜卷结 反方向了 两下 绕过来之后 这个蓝绳子 又朝这个方向了 那么我们继续往回边 依次 第一根红绳子 第二根红绳子 好 这一根红绳子 做好了 那么下面 我们需要加线 拿出一根红绳子 刚才那组线的 其中一根红绳子 依然是把它对折 对折之后 加线 把这个红绳子 放在蓝绳子的后面 翻过来 这样对弯一下 然后把这两根绳子 翻折之后掏出来 这样就是一个雀头结 把它推到这个里面 加线成功了 加线之后 我们在加线的这一段 就算是编完了 不用管了 然后我们直接从倒数第二根红绳子开始 打两个这个圈 斜卷接 又到头了 到最后一根红绳子的时候 我们把红绳子放前面 蓝绳子放后面 从上面过来 打树的这种 斜卷接 也就是蝴蝶结的这个蓝边 还是跟刚才一样 打完斜卷接 再给它这个 从这边过来 朝这个方向 再打斜卷接 这样的话 线又回来了 又朝里的这个方向了 好 我们整理一下后面的这个红绳子 这个顺序排开了 一个一个来 找这个蓝绳子 打圈 每一根绳子 打两圈 就是一个斜卷接 一根绳子 一根绳子 然后最后 最后这根红绳子 一按时用蓝绳子 绕它打这个 树的蝴蝶结 打完两个圈之后 我们再翻转过来 打反斜卷一斜 这样子 好了 方向又回来了 依次 和刚才一样 每根绳子 打两圈 打一根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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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一半边的这个蝴蝶结就编好了 编好这边之后 我们把它翻过来 依然是用夹子固定住 固定住我们再用同样的方法 编这边的蝴蝶结 好了 这样就回到最初的这个编法了 依然是两根红绳放在前面 编法跟之前我教大家编的这一半的这个蝴蝶结是一模一样了 我们拿出这个蓝色的线 这样放在后面 留个小尾巴就可以啊 这边是要剪掉的 这样绕一下 从上面这样绕一下 然后再绕一下 把第一个结给大家这样起个头啊 推到边上 那么后面就是跟刚才一样 加第一根红绳子的线 拿一根红绳子的线加上 那么后面我就不给大家重复的演示了 因为跟这个的编法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可以倒退到后面 直接按这个步骤来看就可以了 后面都是这样一直编织下去 好了 两边我们都编好了 下面开始剪绳子了 这里要注意千万不要剪错 我们先剪两边的这两根绳子 剪断的时候留一点小线头 因为要烧一下它 防止脱丝 然后剪下面的绳子 我们再把这两根蓝色的绳子剪掉 下面就是两边红色的绳子了 这里一定注意我们千万不要剪错 我们先分好 下面是六根绳子 我们留中间的这两根不要剪 剪去两边的这两绳绳子 中间的两根一定不要剪 剪断 剪断 这样这一面也是留中间两根绳子 两侧的各两根绳子剪去 这样我们这个蝴蝶结的部分就完成了 下面我们开始编中间的这个金色的线圈 也就是加铃铛的这个地方 我拿出它的材料 刚才我们剪线的时候剪掉了很多碎线 我们拿到这里来 随便挑出一根红色的绳子吧 挑出来之后拿它来做这个线圈 挑出红色的绳子之后 我们再拿出这一组绳子 细细的这个金线做绕线 把这根短的红绳这样对弯一下 对弯重叠的这个部分 我们需要绕金线 用我刚才挑出来的这根红色的短绳 穿进这个铃铛 如果你有其他的吊坠也可以穿其他的吊坠 穿进来之后我们把它对弯一下 重叠的这个部分 对完之后重叠的这两根绳子 就是这个绕线的轴心 我们在上面绕上金线 金色的绳子拿起来 对折 对折短的这个部分 大概有20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对折 然后捏住 这个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左右吧 然后用长的这一根 就是我们总长比较长的这一根 不是短的这一根 做绕线 捏住它 开头的部分用手绕 绕一圈 绕完之后用这个手夹住它 开头的部分一定要捏紧 绕乱了没关系 后面我们还可以调整 第二圈再捏住 前面看一下有一些开 没有关系 我们捏住继续往后绕就行 多绕几圈 绕一点 绕一点 捏住一点 好了看一下现在绕了 四圈了 往后推一下 拉拽一下这根绳子 拽一下 拽一下 这样 用手挤一下 这样就整齐了 继续绕 再绕一圈 我们绕上那么几圈的时候 前面就成形了 推 夹 教大家一个绕线的方法 如果说一直这样捏的话 可能不是很快绕的 我们可以把这一头用夹子夹住 好了 把这一段直接夹在夹子上了 然后我们这样直接转动 这个绳子 转圈 就可以轻松的绕线了 在绕的这个过程中 可以看一下 可能绕的比较稀疏 有缝隙了 这个没有关系 每绕一段 我们这个手 就会往后 撸一下 这样 它每一圈绕的 就非常的紧密 整齐 往外 拉拽一段 继续绕 这一段 我们一直这样绕 就可以绕 大概两厘米左右 每绕一段 一定 往回撸一下 好了 这一段我们量一下 大概绕了两厘米左右的时候 就可以剪断 这根绳子了 剪断 剪断 我们留的这个线头 需要把它 穿到最初 折弯的这个圈里 穿到这个圈里来 看一下 穿过 看好了 穿到这个圈里来 穿进来之后 把它捏住 然后 拉拽另一侧的 这根绳子 这个圈 就能收进去 收进去了 我们拉这个圈的时候 拉到这个位置 差不多就可以了 把这个圈 藏在里面 好了 金色的这个 绕线就完成了 这两根绳子 对拉的话 是可以拉动的 可以把这个圈 拉小 把这个铃铛 撸到这个 金线上 这个样 这个样 然后把它套在蝴蝶结上 这个样子 把这个圈收紧 就可以竖在这个蝴蝶结的中间了 后面就收紧了 我们剪断多余的线 用打火机烧一下 这样蝴蝶结的这个部分就完成了 开始编两侧 两侧是金刚结 下面教大家如何编织金刚结 拿出这组绳子 打开后里面有两根长绳子 我们拿出一根 把另外一根先放到一边备用 其中一根 我们把它对折 对折是为了找出它的中间部分 捏住 捏住它的中间部分 拿起蝴蝶结 把这个中间部分的这个蓝绳子 放在这个红绳子的后面 这个位置 不需要靠太近 因为一会儿还可以调整这个位置 放在这个位置 捏住 这样中间就是红绳子 两侧是蓝绳子 我们开始编金刚结 朝下侧的这根蓝绳子 绕一圈 绕到所有绳子的后面 捏住 然后拉回来 上面就形成了一个圈了 拉拽这个绳子 这个圈会动 然后 另外这根绳子绕这个手指一圈 绕过来的时候加一下 加一下这样好过来 然后从这个位置 过来穿到上面的这个圈里 穿到这个圈里来之后 我们拉紧 我们拉紧 捏住它 捏住它 然后拉动这根绳子 把这个圈收紧了 收紧之后看一下 是这个样子 收紧捏住 换手 换手是为了翻转过来 把它转过来 转过来之后 转过来之后 这个圈就朝上了 依然是朝上侧的这根绳子 绕这个手指一圈 过来 然后穿到这个圈里来 穿到这个圈里来的时候 我们稍微拿下手 往后排列 拉紧 捏住 收紧这个圈 把它收紧 好了 这第一步就完成了 后面也是重复动作 把手 换一下 这样翻转过来 朝外翻转过来之后 朝上的这根绳子 依然是 绕手指一圈 穿到这个圈里来 穿过来的时候 我们 往后排列 不要把它放在前面 或者是在这个第一个节的上面 这样就形成一个疙瘩了 往后排列 捏住 收紧圈 每次都是往外翻转过来 朝上的绳子 绕这个手指一圈 绕过来 穿到上面的这个圈里来 拉紧往后排列 收紧线圈 这样我们就编了三个节了 编到这的时候 我们稍微把它 往这个前面顶一下 把它顶到这个蝴蝶结上 再翻转过来 翻转过来的时候 我依然是 绕手指一圈 绕过来 穿到这个圈里来 排列好 收紧线圈 翻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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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金刚节编到一定的长度就可以停止了 编多长呢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从这个金色的这个环这里量一直到这个结尾处编7厘米就可以了 我说的这个尺寸是普通的君马女生需要的这个尺寸 因为它是可以收缩的所以这个长度不需要太长 如果你的这个手腕特别粗或者是男生想戴的话 那么你往后延长到8厘米或者9厘米都可以啊 记住这个7厘米是从中间的这个金色的这个地方到结尾 而并非是只有金刚节这个部分 大家不要编错了啊 好了这一段编好之后 我就可以把这个环收紧收紧之后就结尾了 那么我通过同样的方法再把这一侧的金刚节编上 拿出这个另外一根的这个长的蓝色绳子对折找出中间点 放在这个红绳子的下面开始编金刚节 两侧都编好金刚节我们把这个蓝色的绳子剪掉 拿出我们材料包里的珠子 先穿这一头 让我们先烧一下 把它碾成这种细细的丝 我们把这个珠子拉拽到4到5厘米左右的这个长度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这一头打个结 就这样简单的记一下 记个单结 这两头都穿上珠子 下面呢我们就把它交叉重叠 在这个位置边平结 这样就可以做这种伸缩的平结扣 好了我们拿一根蓝绳子 蓝色的绳子我拿一根刚才在这上面剪下来的这个短绳子就可以了 捏住中间的这个位置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绳子的后面 红绳子的后面这个样子 开始打平结 蓝色的这个绳子在这个红色的绳子下面过来到对面 然后另外这根绳子到右边穿到这个折弯处穿进来 这是第一步相当于就是记了一下 然后左边的这个绳子从下面过来压住右边的蓝色绳子 蓝色绳子穿到左边的这个折弯处 收紧 这个绳子到后面来压住对面的绳子 然后对面的绳子再穿到这个折弯里 这样反复的左右交替的编织就是平结的编织方法 我们现在现在要的我们下一个东西 现在就公开了 现在我们下一个点的比赛 然后我们下一个点的编织就是平几个小时 我们下一个点编织的编织 这就是平几个小时的一棵 我们下一个点编织的编织 然后我们下一个点编织的编织 感谢观看 编号平结 剪断多余的线 用打火机烧一下线头 这个伸缩结就完成了 这样整条手绳也全部完成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